這條位在武捷傳一路傳一橋下 緊鄰東山河堤防 位處新家段地號上了溝渠 長約一公里的溝內長滿了雜草 而且還有一整排比人還要高的芒花 也因此使得水流無法流動 長期以來散發一陣陣的臭味 影響周邊的生活品質 甚至阻礙當地排水 地方是怨聲載道 這條水稠 我們看著炒 看著建王一定處理很多年了 的邊站都沒有處理 上頭站積水 首先我們這家住民 跟大廳都炒魚進黨 大家住民都來歡迎 希望優冠單位 可以替我們來 把這條水稠來創好 這條水稠 在1808年 臺西辦理會寒 但是我們管政府的地政處 一直無法釐清 我們這條水稠的權責單位 所以說現在過三年 經過這麼多年來 無法把這條水稠來經濟完成 這家我們看到 部長的自行車車道 屬於我們的工商旅遊處 部旁屬於我們的水利資源處 這條水稠不知道誰人 這條水稠不知道誰人 這條木前的課問 也不知道誰人做的 這條水稠的部分 屬於我們的香港所來委員 先緣簡松書為此前往勘查 表示這條溝渠一直以來 都未能釐清管理單位權責 儘管旁邊的道路 是由五階相公所負責維護 但溝渠沒有單位管理 連這座閘門也找不出 是誰來興建 造成這個河段任期荒蕪 因此希望相關單位能夠重視 所以說在這裏 我們要互助我們宜蘭管政府 地政處 水資處 漁管所 我們所有的單位 趕緊把這個權責單位來釐清 趕緊讓我們地方知道 這條水稠到底是哪個單位 需要來持續 需要來親衣 掛草 這樣每年會簽 每年都沒辦法改管 這種效率真的沒辦法接受 對此縣府表示 在10月25號曾經辦理會簽 結論是請五階相公所 以及縣府地震處 工商旅遊處 水利資源處 海洋以及漁業發展所 在兩個月內來釐清及調查 溝渠道路工程的施作單位 以立後續維護管理 以來新聞記者石世明採訪報導